網站11月16日的收市廣播 今天恆生指數來說就是輕微做好 但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是比較悶悶的 我們先看看指數的表現 恆指來說收市升了224點 報二萬6382點 成交方面1450多億 上升的股份有900多隻 下跌也有700多隻 今天先看看重磅股的表現 我們先看看幾隻換馬的恆指成分股 美團終於能夠淹藍 今天升了4% 報三百十八 另外那兩隻 2020安踏也是創新高 上星期五公佈了 將會淹藍升了6% 另外白威亞泰也升了6% 報二十六個一毫半 除此之外 其他重磅的科技股 今天就個別發展 阿里巴巴早段曾經 失手了250元 收市而言 站在254元 跌了1%左右 因為 美國方面有些集體的訴訟 對於螞蟻集團上不到市的情況 所以拖累了股價早段是急錯的 但是收市而言 就回溫了 另外 騰訊也是偏遠 跌了0.8% 9618 京東近來就相當強勁了 今天還創新高 報三百六十八元 升了5.6% 小米也是向好 升了4% 報25.2% 見到新經濟股 都是個別發展 另外 今天做得比較理想的 藍籌股 也有些 豪賭股也不錯 銀河月娥升了3.8% 金沙月娥升了3.5% 匯控 這次又升了4% 報38.8% 另外 今天比較強勁的板塊 就是資源股 我們先看看資源股的表現 諾木 3993 升了8% 報3.5.2% 12085 抗資源股 升了11% 報24.9% 近來相當強勢 資金來講 今天再升了9% 報7.2% 光銅 今天有起動 升了8% 報14.9.4% 看到資金輪流炒作不同類型的板塊 今天來輪到資源股 爆上 內需股方面 啤酒股也不錯 清啤酒來講 升了4.7% 報19.9% 懷孕啤酒也升了3.4% 也升到55.4.5% 為止 好了 恒指目前來講 暫時都是在26,000點 咬著咬著咬著 暫時好像沒有什麼方向 暫時在26,000點 守得住的話 其實呢 有機會再做高一點點 去到26,500點 這些為止 那 美國那方面 也是 正在 選舉 那方面 會不會有些新的進展 因為始終 一天 還未宣布 拜登正式當選 變數 仍然存在著 另外 疫苗那方面 都是比較反覆 雖然上星期輝瑞就說 差不多 疫苗的增值很好 但始終什麼時候能夠推出市場呢 其實都是一個未適之數 那 還有呢 歐美的確實人數 仍然都是上升的 那 也是本地 也看到 昨天來講 政府也公佈了 再次 將那個食肆那個 即是 每來的人數 再次 由這個6人 回復回到4人 反映 市場 即是從本地來講 那個確實人數 都是呢 有輕微上升的情況 所以 令政府要再次 修改一些 防疫措施 那麼 在這樣的 不明朗的情況之下 那麼 暫時來說 本地股的暫時都 除了匯控做得比較好 其他呢 都是個別發展的 對了 那今天的收市分析暫時 就這麼多了